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否更多的思想耶稣呢 祂是神的儿子 祂也是完全的人 是完全的神 祂为我们来到世上 来成就那宝贵的十家救恩 让我们今天更多的思想祂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 提阿菲罗大人啊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书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 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 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 所学之道 都是确实的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 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裔 名叫以丽莎伯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没有可指摘的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以丽莎伯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撒加利亚安班次在神面前 供祭司的职份 照祭司的规矩撤迁 得进主殿烧香 烧香的时候 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 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 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 不要怕 因为你的祈祷 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 伊丽莎伯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 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出事 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 将要为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被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 路加福音的这个灵修 路加福音是很特别的一卷福音书 它跟另外三卷福音书 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 他是保罗宣教队伍当中的重要的同工 路加的身份也很特别 他是一个希腊人 可以说就是一个外邦人 他也是一个有专业的医生 所以从他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背景里面 我们会看到路加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 他的笔法 他用字是相当的有文雅 也是相当有学问学养的 他在描述一些事情当中 你会看到他有这种医学的专业 有这种细腻 他对人的情感 对人的这种反应的描述 也是相当人性化 相当的有这种情感丰盛的一种表达 我们看到路加福音 他在写作的时候 他其实只有写给一个人 叫做提阿菲罗 包括史如行传也是同样的对象 我们看到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 他也是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子 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面向 把他呈现出来 为了介绍耶稣基督 好像看到这个希腊文化当中 追求的那种人的完美 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来呈现 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特色 那他在一开始就讲到 他为什么写路加福音 还有他怎么样来写 他说提阿菲罗大人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所以从他的话语里面 你会知道他就是要介绍关于耶稣的事 他说还有很多其他人 传道的人都有写下来 那这个路加呢 他也是为了要写作 目的是要帮助提阿菲罗 这一位他称之为大人的 能够知道他所学的这个真理 是确实的 所以你看到他为了要 能够很忠实的记载 叙述关于耶稣的事 所以帮助提阿菲罗 他能够明白 他的这个所听见的真理 他所听见的福音 都是很真实的 那他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就是从这些亲眼看见 又传给他的这些传道者的那里 来收集资讯 所以虽然他不是真正的亲眼见过耶稣 可是他尽量的找到那些第一手的资料 都是从这些亲眼见证过耶稣 跟耶稣生活在一起的使徒身上 来收集这些材料 然后他按着次序 他先详细的考察 然后再按着次序的把它写下来 所以你会看到路加是一个很 很有研究精神的 他也是有很有科学精神的 他是详细的考察 然后按着次序来写作 那我们就看到当年只是为了一个人 写下来的路加福音 今天成为了千千万万人的帮助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上帝透过路加把关于耶稣基督的 这个启示留下来 成为我们认识耶稣 成为我们能够信靠耶稣的 很重要的根据 真的是把荣耀归给神 路加在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 他是详细的查考 并且按照次序 他从起初要开始 从头开始来叙述关于耶稣的事 所以一开始的这一段 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他没有马上介绍耶稣的降生等等 他先提到了一对夫妻 叫做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 那这对夫妻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他们是施洗约翰的父母 那施洗约翰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他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的 所以你看到路加的概念上 他就是按照次序 要讲耶稣先讲施洗约翰 为了要介绍施洗约翰 就讲到这个他的父母亲 当然施洗约翰能够出生 也是神迹 也是上帝特别的预备 所以这段的故事的记载 也是为了要铺陈 在当时候的整个历史的环境跟背景 那个是一个等候神作为的一个时代 经过了几百年的 好像是一个黑暗沉默的时候 弥赛亚降临了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铺陈 是很重要 而且施洗约翰的出生 也是应验了 马拉基先知的预言 这个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当中 也提到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故事 讲到这个撒加利亚 他是一个祭司 他按照班次来服事 当他有机会来到圣殿 侍奉的时候 他就在这圣殿当中 遇到的这个特别的经历 他是跟他的妻子 照圣经所叙述的 他们两个人 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 没有可指责的 他们是很好的人 但是经文马上就接着说 只是没有孩子 这么好的人 这么愿意服事主 这么样的遵行律法 遵守礼仪 这是义人 可是很可惜的 他们没有孩子 而且年纪老迈了 那这个以利沙白 他也不能生育 这可以说是一个悲剧 因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 没有后代就是等于没有指望 就好像是被咒诅的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背景当中 我们看到当这个撒加利亚 他有机会进到了圣殿 在这个相谈前 在那边服事 那你想他会做什么呢 他一定是为他的需要来祷告 很特别的是当他在服事祷告当中 天使就显现了 可是撒加利亚吓了一大跳 他好像完全没有预期会遇到天使 这是人很矛盾的地方 在最靠近神的地方 然后也在祷告神 可是当神回应的时候 确实很惊讶 没有预备好 天使告诉他 他将会生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要来为主预备道路 是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他会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他就是施洗约翰 而这一些的应许 正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节 马拉基书最后两节所应许的 在新约在这里 路加福音当中 我们看到他应验了 而这应验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是神所应许的救主 会来到世间 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使恶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这就是神的救恩 让我们为此赞美神 圣上感恩 爱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是那位顾念人需要 也是应许人的主 帮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 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救世主 来到我们的当中 使世人因着认识主 得着宝贵的救恩 主啊帮助我们 也把这样的福音 能够传给这个需要福音的时代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